没事 你要是觉得这不方便说的话 那就回去发我email里 所以你看得出 她不想让别人说话 对 然后这反应 她不敢面对自己的问题 不敢面对自己的问题 好 接下来说谁 尹峰姐姐有问题吗 尹总的话 以前就是母爱情节 母爱情节的话 最近有一些变动 有点发脾气 最近你哪看出她发脾气了 就是我在看 菲尼莫属节目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有两次 发现她动怒了 就是她最新有点焦躁 我觉得可能是 她以前的问题得到了转化 她以前有什么问题 得到了转化 她以前母爱 就是母爱情节的问题 得到了转化 还有谁有问题 我们都听 还有郝总 还有郝总 郝总也有问题 其实她好多时候笑很装 她也很装 她怎么装 她的笑很装 她的笑很装 很假 很假 刘晓娜真的是一个特别让人崩溃的先生 她当时说我缺爱呀 然后说我的笑容很假呀 我从小到大 活了三十多岁了 这是第一个人生当中 第一个人说我的笑容很假 她的装跟刘家勇的装有什么区别 刘家勇是装优雅 她是装笑 刘总装优雅是因为 她知道她 她觉得她自己特别累 她希望就是达到一种 很轻松的一种状态所以她去装 而郝总呢 郝总是 因为她是做化妆品的 她必须展现出美丽 其实她不想笑 其实她内心不高兴 不高兴 不快不快乐不幸福 她一直是在掩饰 那最后我吧 我有什么毛病 你为什么一直不要孩子 我为什么一直不要孩子 因为你知道 你应该给孩子足够的爱 正确的爱 但是你给不了 你的问题其实真的是场上最大的 我的场上最大的 还有什么问题 我估计你的原生家庭 跟我会特别像 什么 就是比较纷乱 纷乱 对 然后呢 你经常会就是 情绪不稳定嘛 焦躁突然 易怒 各方面 我装优雅吗 你比她还装 我比她还装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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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了 来吧 还有 还有什么 其实我觉得 你应该跟我学全新 然后达到幸福的状态 我现在不幸福是吧 对 你非常不幸福 我是家庭不幸福 还是事业不幸福 你心里不幸福 我心里不幸福 对